請教一下說 好像你們對B四季感覺好像是算保守 感覺那個冷下還蠻多的 你們覺得是整個市場的關係 還是說你們這邊在像no boom的market share 有調還是怎麼樣 那另外一個就是想問一下說 你們對明年整個業務 就說對每個產品sector的想法 那第三次有關CAPEX 因為看到你剛剛這一季的CAPEX好像比第二季下還很多 那你們對CAPEX這邊 今年跟明年 你們現在的想法大概怎麼樣 是說還會在這邊繼續 expansion 你的新廠 還是說會 expansion 稍微 slowly OK 是這樣 謝謝 好 謝謝 我先就那個第四季的展望跟明年來回答 那我想從最後 presentation這一頁來看 似乎是保守 不過我想 一個比較大的原因是我們第三季的營收 其實比一季之前 就上一次在這個時間點 還蠻多的 所以我們對第四季的看法應該說審慎的樂觀 也不應該說保守 那量的部分 Notebook 跟 Tablet PC 其實剛剛財務長也報告過 Notebook 我們並不是很悲觀 Notebook大概不會減少太多 所以說不定還吃便宜 應該是有機會 Notebook跟 Tablet PC 這兩個categories比較特別 我想Notebook長起來看 大家都知道 它的這個高峰期可能是過了 那 Tablet PC 我個人認為是 其實不管是哪一家的 這一類的產品 可能現在都還在一個市場的 適水溫的周期當中 所以它的上來下去的速度其實很快 所以比其過度樂觀 我想我們遲得審慎的樂觀 審慎一點來看 這可能是比較無實一點 那第二個問題 關於明年 現在講可能有點言之過早 但是以我們自己來看 一些今年在醞釀當中 一些產品跟專案還算順利 所以我們雖然還沒有很詳細去統計 我們對這個工作一直要持續到年底